Q&A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erena的廚房 在秋季的氣息裡 我們又迎來一年的萬聖節了 那麼這次還是來分享一道關於南瓜的料理吧 果然这时候就是享用南瓜的最好时刻了 这次还是选用甜甜的日本南瓜 加上同样甜甜的日式红豆沙 糖的部分可以按喜好减少 冷冻面包是用来制作面包糠的 也可以直接购买成品来用哦 只要是味道简单的面包或者吐司都可以 那我这里使用的是微甜的奶香夏威夷早餐包来制作 用搅拌机的卖冲模式将面包粉碎待用就好了 南瓜的部分我这次用了半颗 详细的切南瓜步骤 可以看之前分享的南瓜浓汤那一集哦 给南瓜去紫去皮之后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南瓜块装在可微波的盘子里 用厨房纸盖在表面 用清水完全净湿厨房纸 确认有好好将南瓜盖住 这样做是为了形成类似蒸的效果 不会让水分流失 接着用微波炉加热6-8分钟 直到全熟 等待的时候来准备红豆沙的部分 用烘焙纸可以防粘 轻轻压平 并且将豆沙塑形成正方形 平均分成16份 搓成小圆球待用 南瓜加热完毕之后 确认是否熟透 非常容易压成泥 软软的就可以了 倒进方便搅拌的大碗里 压成南瓜泥 不用太细腻会更有口感 用倒拌会容易很多 看不见大块的南瓜 就可以加入淡奶油 稍微搅拌一下 加入砂糖和软化的黄油 如果来不及 也可以用微波炉 将黄油加热20秒再拌进去 翻拌均匀 然后将表面刮平整 平均分成和豆沙球 数量一样的16份 每一份南瓜泥 大约在35克 接下来就是组装的时候了 因为所有的食物都是全熟的 也不需要再过度加热 因此一定要好好洗干净手 再来制作 先将南瓜搓成圆球 按出一个足够放豆沙的洞 如果觉得粘手 可以准备一些可指引的清水 稍微清洗掉手上的南瓜泥 包裹住豆沙球之后 好好捏起来 再搓成圆球形就完成了 一颗鸡蛋打散成蛋液 在准备下油锅之前 不要很提前 将捏好的南瓜球 在蛋液里裹一圈 然后在表面沾满面包糠 就可以下油锅了 用一只小一些的奶锅来进行油炸 会比较省油 当油温达到130-150摄氏度之间 就可以放下去炸了 每一颗南瓜球 只需要炸40-60秒 炸制的过程中 记得翻一翻 移动一下 才能炸得更均匀 表面变脆 呈金黄色就完成了 布置一下桌面 我们的万圣节甜点来啦 刚炸好的南瓜球是最香脆的 一定要趁热享用 这款酥炸南瓜红豆沙球 表面是香香脆脆的面包味 咬开之后就是奶香浓郁的南瓜泥 混合着甜蜜的红豆沙 内馅绵密的口感和表皮的对比 让它变得更有吸引力啦 享用的时候可以搭配热茶一起 一口甜甜的南瓜红豆沙球 再用热乎乎的热茶顺口 温暖又甜蜜 是非常适合现在深秋的一道点心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